OdioJungle 部队的工兵们,据南华早报报道,在香港工兵排除了市中心15米深工地的二战时期美国ATM-65型炸弹,这枚炸弹长140公分,直径45公分,重达450千克。这么大的炸弹如果爆炸,周围两三百米都会被破坏。 数十名工兵花了一天多时间,在炸弹弹壳上开了一个洞,让炸药失效,然后再将其排掉。清哥就想问问,那些战中的人这会儿去哪了?他们嘴上天天点炮,怎么不去排爆啊?清哥最讨厌那些嘴上放炮不负责任的人了。 不过,这方面那些西方媒体尤其擅长,对我国抹飞和诋毁毫无底线可言。最近,一些西方媒体恶毒诋毁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,称新疆是露天监狱,传播境外疆毒的谎言。大美新疆岂能是几个媒体就能抹飞的。 据环球时报称,新疆学者表示,现在新疆非常安全,要比骂新疆的那几家西方媒体,所在城市安全得多。这耳光打得啪啪响,新疆这大冬天那么冷啊,还造谣新疆,真让人心凉。 要说,这两天,普京心里也拔凉拔凉的,为了俄罗斯普京操碎了心。眼看3月18日,新一轮总统竞选就要开始了。 28日,被当局禁止参选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,在全国超过100个城市,即市镇,发起了最大规模示威。 纳瓦尼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访问时说,普京已掌权18年,民众不想再等多6年又6年,普京政权建在谈复制上,超过20%人口图在贫穷现象,为何我们这么贫穷?因为他们管制精英偷太多。 真的假的啊,不要破坏普京在清歌心中的形象,不过警方随后拘捕了纳瓦尼尼,期望普京下台的,除了纳瓦尼尼,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,相比普京老道的政治手腕,特朗普似乎招架不住,接连在土耳其、叙利亚等问题上被普京翻盘,之后还公然把俄中列为头号敌人,军费跟着涨涨涨。 五角大楼2018年预算案,还没被国会通过呢?28日参考消息网右报出消息,特朗普下个月公布,2019年预算案时,预计拨款7160亿美元,用于国防支出。 听到这个消息,最开心的应该是美国防部长詹姆斯·马蒂斯,他的最新一项战略就是整顿军队,防止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潜在冲突,并且准备作战。 这一大笔钱,就将包含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,以及正在进行的战争支出,和维护美国和武器库的支出,相比美国的财大气粗,印尼就显得十分窘迫。 英国监视防务周刊报道说,印尼国防预算增长不足,资金缺口巨大,没办法及时向该国与韩国联合开发的第五代战斗机KFX-RFX项目付款。 虽然这款战斗机的隐身性能,落后到几乎隐身,但是项目还在继续,目前印尼欠垮进度已经落后40%,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兑现。 同样可怜巴巴的还有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,以前抱着美国大腿,公开在叙利亚境内搞建国公投,现在被土耳其猛烈打击,面临团灭的危险。 后台美国迫于国际压力,也宣布停止供应武器了,库尔德武装反过来求助政府,结果政府只是嘴头上发发声抗议一下土耳其,俨然是借刀杀人。 这还不算,库尔德武装的名声也越来越臭,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自土耳其军方在阿富林地区展开行动以来,至少造成86名平民丧生,另有198人受伤,而这笔账,显然也被寄到了库尔德武装头上。 最后,我们再说说日本,还记得去年东京电视台,反复播放安倍,与特朗普打高尔球摔个四脚朝天的事吗? 最近又一家电视台和安倍过不去了。 日本NHK电视台即去年播放关于731部队的第一部纪录片,731部队的真相后,最近又播放了纪录片。 731部队,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,详细披露了731部队在中国秘密进行人体实验,研发细菌武器的罪行。 纪录片一播出,哗然一片,许多日本网友发现,原来自己先被这么惨绝人寰,这是,说是NHK内部一批记者,想给日本民众一次真实的历史教育,并在安倍扩军,休,县的情况下警醒世人,不要迷恋战争。 清歌觉得,这才是正义之举,欢迎更多有识之事,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,更希望安倍敢于为父辈的罪行认错,神坎话题,让日本认错,需要几步,欢迎各位大神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,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阿尔法军事。